雨季报杨幂刘恺威公布离婚真正原因,有一方新恋情被拍,怕恋情曝光遭骂。 12月22日,杨幂刘恺威所属经纪公司发布离婚声明,称杨幂刘恺威在今年已经签署离婚协议,和平分手,离婚后两人将一亲人的身份共同照顾和抚养女儿小糯米。 杨幂刘恺威离婚传闻传了三年,这三年里,出现了许多绯闻,杨幂与李一峰曾被置音戏生情,对此,杨幂否认出轨李一峰,李一峰也否认与杨幂有染,而刘恺威这边也绯闻缠身,深夜道往欧房间被指出轨,最终刘恺威澄清是深夜对剧本,杨幂也表示相信刘恺威。 总之,每一次传出绯闻,杨幂刘恺威离婚传闻都会更加剧烈。 离婚传了多年,如今突然宣布离婚,引发热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杨幂刘恺威最终选择了在这个时间点公布离婚消息? 12月23日晚,一名资深于记发文爆料称,刘两花和他前夫很早就不联系了,但因为两人都在同个公司,公司为了利益着想就不让两人公开离婚消息。 今年公司从新三板摘牌,两人也就没有再捆绑的必要了,并且其中一方有恋情被拍到了,为了防止,爆出被骂,于是索性就公布离婚了。 把放飞自我的小花稿上热搜转移视线也是这个流量花做的。 虽然该预计没有直接说流量花就是杨幂,但从该预计放出来的网友留言可以判断出流量花旨带的正是杨幂,而郑爽的确在12月23日因为云南友张恒和火开公司的消息上了热搜。 盖宇既表示杨幂刘凯威公布离婚除了之前利益捆绑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其中一方给拍到了新恋情,怕新恋情曝光被骂,因此就干脆利落地公布离婚。 其实,杨幂刘凯威选在12月22日公布离婚消息的原因有许多种说法,有一个说法是小糯米正在放圣诞假期,杨幂刘凯威不希望小糯米受到媒体打扰,为了保护小糯米,才决定公布。 可是这一说法似乎有些牵强,因为小糯米作为新三代,本身就是媒体关注的目标,而杨幂忙于工作,与小糯米据少离多。 是否在假期回港陪伴小糯米的问题已经被记者们询问了许多遍了,也并无太大改观,而如今突然说在12月22日公布离婚是为了避免小糯米圣诞假期受到打扰,这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呢?这也怎么可能成为主要原因? 除了为了保护小糯米的说法,还有一个说法便是为了共同利益。 杨幂与刘凯威同属一家公司,杨幂曾与投资方签订了三年,赚租3.1亿的业绩承诺,这三年公司和新艺人不能解约退出经营管理。 另外,还有说法是刘凯威与杨幂离婚会对杨幂间接持有的新三版挂牌公司股价造成影响。 在很多人看来,杨幂刘凯威为了共同利益,因此隐瞒了离婚消息很长一段时间。 杨幂刘凯威为何选择在12月22日公布离婚消息引发争议,除此之外,两人的真实离婚时间也充满争议。 有消息称两人在两个月前于加拿大办理的离婚手续,然而有一位影视公司负责人却说杨幂刘凯威两年前就已经离婚,只是为了利益和孩子才拖到现在公布。 网络上还有很多大物业称杨幂刘凯威离婚已有两年时间。 杨幂刘凯威一个婚留下这么多悬念,让网友们觉得疑点重重,看来这段神秘的婚姻不同寻常。